那期就早已经开始进入採收期 不过去上局的预测将会对十四个开始落一礼拜的大户 而且很多人民是很宽乐 怕说党在在水中最久会附业 所以大家都在秋冠 整个保障人民的观影 農業主党从小党也曾说有大牛村一群的塞地论会来进行协调 希望国可以协助農民收工与中美打算的作业 農企业表示无问题 中小党希望農民不充收割 要将品质更好才有好收益 为了要以往中美收割进行在处发行 農業主党中小党是一头早就成功地团農会进行协调 希望能协助農民进行中美的收工与勘扫 不能让農民更再欢乐 这几天都努力来去协调各农会 那今天特别来西楼农会的部分 西楼农会是目前运营县算是最大的一个米仓 那我们协调它就是针对可能大雨过后 农民抢割以后整个稻股量的一个稻货量可能会暴增的部分 那去协调说可以其他县市的一个农会也可以来一起商讨 那这部分也很高兴做西楼农会的总安室这边 已经说全力会去协调 就是因应我们大雨过后整个稻米收割的一个情形 有大梁昌吉青的西楼农会也信六会来协作 并且协调外关切的农会做回来到三天 让農民的注意采取更加损失 我们已经有接到管政府这边来跟我们协调 等候这个免疫机一过 如果西楼农会这边航车机也不够 我们农会这边会协调 南部地区的农会和北部地区的农会 他们有空的航车机的用全力给我们配合 我们也有准备五六台的三十五档的大型的刷中车 只要農民如果有一次把车子挂来我们农会 我们农会农会有一次把车子收来做处理 不过这起山丘伊切尾14号开始会能刷入一星期的河水 所以農民也怕七月泡水最久会发现 对处中西中也在处让農民真的不贪穿过 因为这样只会给予计划办法 農民的部分的话还是希望说 等到股成熟以后我们再来去做采收 这样子農民的品质会比较好 那也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价格 看到河水是落不停 農民的心情也越来越敬当 不过由官府主动协调联会来协助 相信農民会比较安心 既重真心藏不到